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疑难杂症由老师来开讲 这台股光辉十月洗刷好震荡 台股今天算回稳不过量缩 流连发科充高 但是鸿海却受到了大陆查税干扰 股价是继续的破底 那这个礼拜美国财报周轮到了大咖登场 台股先稳住相对抗跌 11月份能不能拨云见日呢 有没有什么新主流股要出现 今天为你请教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婷娟大家好 我是阿豪 台股今天反弹 但是观望气氛非常的浓厚 破底危机到底解除了没有 该怎么做观察 目前短线还是靠当冲应对 是最为理想的吗 个股哪些是可以短冲操作 哪些基本面底气够硬 可以来做选股操作的 今天为你请教二宇老师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北股 是呈现量缩极度观望的格局 我们先请阿豪老师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筹码的变化 因为最近感觉起来 就是外资不断的卖 今天再卖超66月元 已经对台股连12卖了 那投信是连8卖 竞商是连3卖 外资目前期货的进空单水位 又来到了超过万口以上 那我要请教阿豪老师 因为今天大盘的反弹 坦白讲 第一个量很缩 再来就整体反弹 好像就是不够力 问题就来自在外资的卖压吗 那我刚刚讲了 光辉10月行情 现在因为就剩两天就月底了 好像泡汤了 那接下来就要看 11月份到底能不能迎来新奇象 好的 那其实我们看刚才的 这个三大法人里面 除了投信之外 其实最大的卖超是来自于这个外资 而且它已经连续12个交日 都是站在这个卖方了 那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外资他们是比较 大部分是属于这个被动操作 所以他们参考的一个依据 就是在美国的NASDAQ指数 那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 他们到底会不会继续在卖超 因为说真的 他们毕竟是台股蛮大的一个参与者 如果他们继续在卖超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台股当然就继续被拖下水 所以我们看一下NASDAQ指数 到底它现在的架构来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是NASDAQ指数的一个周期 那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去看 其实我们上一次的通告 是在两个礼拜前 那通告结束之后就跌了两个礼拜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次的通告 我们最后一天是跟各位去报告 就是在这个20周均线的这个工坊 那20周均线 你站不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连续两个礼拜碰碰就下去了 好 那下去之后呢 其实如果说按照我们看的这个支撑线 它一旦破掉的时候 它比较正规的走法 会回到了4月份跟5月份 在这个地方整理的这个平台 因为它已经破掉这个上升切线了 所以你看外资看这种情况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降低它的一个持股的风险 所以就继续再倒下去 那我们站在一个操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难道接下来难道完全没有机会了吗 其实上个礼拜 包括说台股也在上个礼拜破底了 对 那我们一破底的话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看一个东西 看它破底之后 到底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K的部分 其实纳斯达克指数在追踪它快要两年以来 我觉得它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 当它出现破底的时候 常常伴随了一个叫做KD的低档背离 什么叫做KD的低档背离 也就是说它的指数破掉了 破掉了前低 但是它的KD并没有破掉前低 这个叫做背离 那通常它们这种比较大支的 会出现到二度背离 甚至三度背离 所以你看它上个礼拜又破掉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满足了这个二度背离 也没有破前低 对 那这个二度背离出现的时候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停卷你就把它想象成 因为KD它是一个指标 它是由指数去带去产生的 指数套到一个公司里面产生了这个KD 那如果说指数在往下破的时候 照理来讲KD它应该也会跟着破 这就表示说我们就像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它同时在转动的时候 它就朝着它原来的方向一直前进 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种 背离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表示说可能它在转动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轮子它已经变慢了 那变慢了 那这个轮子在继续转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机会变成一个转折出现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实战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很好用 但是呢 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各位 它只是一个加分的作用 可是实际上它要开始出现反弹的话 还是要套用到我们之前讲到的 那个反弹三部曲 所以它如果能够重新站上 这个五周均线的话 五日均线的话 才是正式开始这个反弹三部曲的开始 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外资对台股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 那如果这边已经出现了二度背离 在美股纳质的部分 台股的呢 台股这一波其实在上礼拜也发生了破底走势 第一个有没有出现背离 第二个反弹的转折关键 我们最近要怎么抓 对 其实美国他们 我们讲个比较实际一点的 他们的总统大选其实还在明年 明年的大概11月左右 他们才要投票 可是呢 我们是在明年的1月13号就要投票 大概剩两个月了 对 你算一算时间 真的只剩下两个月了 那台股已经跌了多久了 从8月开始跌 9月 10月 跌到现在已经真的跌掉了三个月了 上个礼拜还在破底 对 所以其实我们算一下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好像跟那个美国的 这种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照着美国 这样子跌下去的时候 那大家要选什么 就会比较犹豫一点了 因为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大选前 它的指数被杀得稀里哗啦的 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政经政经理不开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那上个礼拜的加权指数也破底了 那破底的时候 它有没有出现背离 还真的有 对不对 指数它已经破掉了 可是它的KD 没有破掉 所以它也满足了这个背离的状态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它真的要开始出现反攻 一定要满足第二个条件 就是它重新再站上 8月14号的这个地点 16307 我觉得它的这个洗盘才会完成 8月14号就是这一根 也就是我们从7月31号 掉下来 第一次有人去接的 就是在这一根 那这一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过去它只要来到这地方 都有上去 来到这地方它都有上去 那这一次它是真的跌破 可是如果说它真的要走 这个KD地档背离之后的反弹的话 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满足条件 就是在这个8月14号的16307 只要它能够站上的话 其实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 就会出现了 好 但是今天大盘的部分 虽然让大家感觉 比较观望反弹无力 可是老师最近我们发现 其实各股表现 还算是比较精彩的 如果说你刚刚讲到了 11月份 大家在期待有没有新气象 甚至在各股族群 有没有新主流 如果说搭配上了 是你刚刚讲的 政策题材方向 什么样族群比较有机会 其实在大盘破底 在大盘不好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好 但是唯一的一个好处 我这个站在实战来讲 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 什么好处 股价变便宜了 这倒也没错 股价就真的变便宜了 你可以找到好的介入点 对 所以其实我在这三个月 我一直在观察一个族群 我们大概前阵子 大家都一直在封这个AI 因为AI它那个族群真的很大 它等于是你一台主机 一个电脑的主机 所有的什么机壳 什么板子 PCB的一大堆的 另外可以跟AI抗衡的 或是说 AI的资金如果测出来之后 比较有机会去做接棒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 这个生计的族群 生计的族群 我们第一档 一定是先看这个药王 这个六四七二的宝瑞 我们先看一下 大盘不好 唯一的好处就是 股价真的会变得便宜 它从一千零三十块 跌到了五百四十八 几乎已经打五折了 可是我们站在实战上 不是说股价便宜就可以去减了 我们还要从技术层面去看 那跌着跌着 有没有跌出一些机会来 对 那我们从它的起跌 跟次高点连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那不就已经站上了这个5MA 突破这个下降界线 所以它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你很少看到这一档股票会涨你 因为毕竟它是蛮高价的股票 上个礼拜五涨你板 而且是一架锁到底 今天再太高 为什么 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突破了这个下降界线 就上去了 那毕竟它是一个600块钱以上的股票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中价位的 我觉得比较中价位的代表 而且又符合这种形态的 那就是在这个合一的部分 合一大家都知道 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多 因为它在等这个糖尿病用药 中国药症 它在这个审查当中 可是它这一审 审了太久了 所以它的股价也从300块 直接腰斩下来 跌到了167 可是你会发现 当这种跌得很深的股票 它只要突破了这个下降界线的时候 是不是就喷出了两根 所以像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再去做一个追踪 那另外有一档 既然我们讲到的生计 那生计有一档小钢炮 我觉得它从来没有缺席过 只要生计股一动 一定都会去凑一脚 像上个礼拜五 其实生计股有蛮多档 我就是表态了 它也在中间 它直接就亮亮掌天板 可是它上礼拜有亮灯掌天板 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亮灯掌天板的时候 它已经突破了 目前以来 这个大量的这个 有没有 大量 最大量 往前看最大量是不是这里 而且它今天开盘之后 回撤 刚好就是在这个大量的地点 所以我觉得像这类型的一个股票 就可以在接下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再去做一个最终 再去做一个观察 好 因为今天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 我来请教阿阿老师 因为前几期以上节目的时候 就帮我们带来 所谓的一个口袋名单国 那这一期 因为老师也是一个礼拜 再来给大家一点新的气象 有没有哪些新的口袋名单 可以准备在接下来 可能那盘式稍微让大家 比较摸摸着头绪的时候 一个悬骨的仪归呢 对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那当然我们这一节的通告 我帮各位去整理了 阿好的这一个口袋名单 那掌时重视 叠时重止 所以我这一次帮各位去整理的 这些口袋名单 是他们真的有真枪实弹的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有 做出一些成绩的 那这个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是直接把它放在这个 记事本里面 你扫描完QR Code之后 你直接按 它有一个记事本的按钮 你按这个记事本之后 它就会直接帮你连接过去了 那另外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在没有上通告的 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帮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 去做的一个追踪 我觉得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好像缺少了一个标准流程 做股票的一个标准流程 所以我录制了 一系列的这一个教学影片 那我也一样的 把它放在我们的LINE里面 那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 或是说你可能今天 才刚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你想要去看一个 整套的一个操作流程的话 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式的话 那扫描完QR Code 扫描完QR Code之后 你按一下178 一个投资顾问的告白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连发科 上个礼拜五在这里 你敢不敢买 他破 看感觉一个不小心就破底 而且他又要公布这个财报 法说 可是你在这地方买进去 他上个礼拜最低杀到800 今天直接一张六万四 这是怎么做的 投资顾问的告白 有兴趣的 想买QR Code按178 好 那我们看到近期的大盘 相对操作难度 真的是比较高一些 如果能够找到 有值有价有量的一个个股 怎么来做掌握 可以在阿浩老师 赖群组里面 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追踪跟掌握 好 不过国际消息 真的是利空平全 最近包含了陆港股表现 非常的偏弱 台股到底怎么硬撑 短线怎么操作 什么重点要做注意的 等一下回来请教二宇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为了观望美英日的 超级央行周间台币的表现 带大家关心一下 十收平盘的中场来到 32.425元的价位 好 那赶快来请教二宇老师 老师 今天的盘有个问题是 好像要走个小反弹路线 可是第一个上攻无力 量也非常的萎缩 最近真的是国际间的利空 消息一大堆 整个趋势真的不对劲了吗 台股反弹要不要担忧 那当然 你看看今天的一个大盘 初期有看到涨上来还不错 但是过了一个钟头之后 怎么又沙滴了 我们要探讨这个原因 为什么 不要说 每次买股票 没了 就套 套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没保余了 好 如果这样 拜托 来 你先看二宇老师 这个8点45分 每天在9点开盘之前 先跟所有的投资朋友 先做一个预告 今天我们要怎么应对 会比较理想 才不会又像今天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好 会认识认识认识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来 全球股市趋势走落 你会了解 大陆还有香港 一破再破 为什么原因 那当然一定有原因 那会不会牵扯到台湾的股市 难免都会 所以偶有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但是并非多头 你不要把反弹视为多头 然后用力买 使劲买 买到看到收盘都有个分头 所以最理想的策略是什么 当从 从盘后的美股的一个交易 还有日韩的一个股市的表现 然后再推测到 台湾的台子旗的开盘 然后从台子旗的开盘 我们就可以探知 今天是好是坏 如果说我们预测要落50点 那只跌34点 那这个就是优异期的一个情况 那逢低呢 我们就要做多 但是强板坛是OK 一定要当冲应对 所以要拿捏盘面上的一个高低点 做动作 不要说一定要高平 买了就一定要摆铺段 现在 十几点不太对 所以说 多减减减减减 这就是我们东森 所有的观众的一个最大福利 加入二一老师的Light 就可以提前知道说 今天的操作的重点是怎么样 说完盘 明日应对谋略 减减了解 你才知道后事会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寻找不到理想的一个标的 来 点击这一个 领取明日之心 那隔天就变成是战果分享 就是这样 环环相扣 息息相关 绝对不是棒马后炮 那重点是在哪里 大陆 你看看 一整年度 一破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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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经济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台湾的出口值 以前都是大陆为中 大陆摆第一 不是美国 所以大陆如果走空下来 会不会影响台湾的经济 一定会 不要说大陆是大陆 台湾是台湾 我们的出口 很大的比重是在于大陆 所以大陆的经济 对我们的影响 散过于美国 这个大家要有这个认知 再来香港股市也是 被大陆股市拖累 所以香港股市也是一破再破 破了今年的新低 这说不是开玩笑 如果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如果我们台湾 会不会破今年新低 如果这样我们把创算 从这里到这里 跌了三分之一 要破底还要跌三分之二 有没有可能 暂且 二一老师直接研判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万一要选去 再来就是第四季 一般都是电子业的旺季 比较有亮丽的一个财报出现 所以说够够减减减 要会动 但是呢 是买多的时机吗 二一老师一再强调 四千亿 要四千亿的成交量 你再来 否则在这里买股票 很容易套牢 为什么 因为台湾国家会堪拖 就把台湾的股市 硬扯下去 但是硬扯下去 台湾要选举 可能也会硬撑 但是今天撑了 不代表明天不会补跌 尤其最近的盘面变化 非常非常的快 翻连比翻速还快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局势 做多不利 那做空呢 又跌不深 所以说黏梯梯黏在这里 那最理想的应对魔力 就是挡虫 尤其喜欢做多 纯粹只做多的投资朋友 前几个礼拜 二位老师来东森通告的时候 就一再强调 这东西做多 它的风险大过于做空 因为大陆香港股市 一路在走空下来 所以说多数减减 一定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说在这东西你做多 碰到大空头 有利吗 你就要输 对不对 你做多 唯一能够赚钱的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大多头 连续涨 现在看得到 现在就是没看到 那没看到 实际不对 你硬要做多的话 风险性就是会比较大 这个我们说实际上的 所以 我们现在不关你是做波段 或者做短线 或者做档虫 大家都来赚其实 价差 不是跟股票谈你爱 所以说我们要找 会成功的方法 不是老师找借口 有 我就要看某某某财经台 好 说过高平 会背贴的正底 好 你们昨天没买的 可笑 坐买下去 死后看 不可以一直都说一些 坎坎的 我们至少要有个概念 这东西你做多不利的一个情况 做坑又跌不深 就沾梯沾在这里的情形 那我们最理想的应对谋略 就是档虫 不管什么行情 你贴着盘面去做 忽多忽空 我们就要顺应这个盘式 那去我们做多嘛 路来我们做坑嘛 那如果是多头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先买后卖而已嘛 就这么简单应对啊 然后碰到大空头呢 也OK啊 就是先卖后买 差别在这里 就好像很多投资 老师我怎么做过坑呢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坑呢 说一句实在 做多的时候是先加一 你卖出的时候是减一 这样是不是零 对吧 做空呢 就是先减一 你先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买回来就是加一嘛 那后果 结论呢 也都是等于零嘛 其实就是差别在于 先买或者先卖 这个顺序的差异而已 做空不是那么难 尤其现在的一个多头不利 那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赚钱 用当冲 那拨断的做法 跟当冲的做法 有很大的一个漏差 这如果有时间 二一老师来办一个说明会 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摆 尤其 不可以撒在黑白乎 那尤其 现在这个节股眼 很多投资人已经买了就套了 老师我都说买下去 他很怕 越套越多 不想增加投资资金 那怎么应对 当冲 用当冲的赢桌回来 来 你看看 尤其今天我们说要抢满谈 做多 像我们挑的股票 都是财报很亮丽的 来 你看看 这样做下去 当冲就50块的价差 一张就赚5万 而且又速战速决 又不用跟股票谈恋爱 对不对 宝瑞 这个财报也相当的漂亮 只不过再漂亮 他也是前一段一直跌 这两天开始猛力的往上冲 慢慢的受到投资人的一个关注 像这个这样 25块的价差 也都不错 这这样是不是比做普通的好多 对不对 而且也不需要看到收盘 速战速决 樱坦樱后 就没有隔天的一个烦恼了 有一些就是赌性坚强 买了就套了 赌明天 赌后天 赌后天的明天 一直赌下去 你用赌徒式的做法 这样对吗 我们速度改变一下 当冲是很理想的 目前的应对策略 包括连羊 对不对 我们挑选要做多的话 就是财报不错的这种个股 来 你看 这样虽然6块的价差 很好赚 你10丁10丁做就6万 但是你不走的话 你就要跟股票谈恋爱 贏会输不懂了 来 瘦天也是 我列选的这些都是财报 不错的一个股票 拿来做当冲 这么好作为 如果做多的话 它市场的认同性会比较高 所以说 涨上去的一个力道 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立志也是 这个财报也都相当不错 本益比也比较偏低 来 你看 这样有4块的价差 这个都很理想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我们老子朋友 要为成功找方法 不要老是输钱 在找那些自己的麻烦 对吧 所以日积月累来讲 你的战机 一定会胜过于波段 所以说一滴东西 我们要了解 是波段较好 还是冬冲较好 反正就是要来 赚价差 要怎么做叫理想 可以掃描二位老师的 如何控制 还知道说 今天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明日这个磐式会怎么样 包括明日之星是什么 接着我们再来说 怎么样的一个 实战的演练